大家好,我是小高姐 今天说一说小苏打和食用碱面的区别 先看性质,再讲用途,最后教大家自制碱面 首先看看小苏打,就是baking soda 它是碳酸氢纳 做一个小实验 凉水里加入小苏打,没有反应 开水里会有一些小气泡,这是它的热解反应 碳酸氢纳遇到热后会分解生成碳酸钠,水和二氧化碳 加入到白醋里,你看到它产生了很多的气泡 这是碱性的小苏打和酸性的白醋发生了中和反应 在食谱中,小苏打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发泡 但是同时要加入一个酸性的材料和它反应 例如传统的松饼制作 用的就是酸性的白脱牛奶,就是buttermilk 和小苏打反应发泡的 你看到它的气泡结构还是很不错的 另外一个功能是可以加深面食的颜色 例如以前做过的油条,里面加的是小苏打,炸出来的是金黄色 还有炸鱼,这里面还放了白醋 同时利用了它的发泡功能 再来看看碱面,它也叫苏打,它是碳酸 放到冷水里没有反应 放到热水里也没有反应 放到白醋里会产生气泡 但是这个气泡明显就不如前面小苏打产生的气泡多 在食谱中一般不把碱面作为气泡的主要来源 它的主要作用是中和酸的味道 例如馒头的制作 长时间的发酵会给它带来一点点的酸味 加入碱面可以中和它的酸味 碱面也可以加深面食的颜色 同时增加面食的风味 例如这个香酥牛肉饼 这个饼里面有一点点的碱味 和牛肉搭配起来吃起来很香 有时候制作面条的时候也会加一些碱面 它可以使面条有淡淡的黄色 而且吃起来非常的爽滑 下面教大家自制碱面 主要是利用小苏打的热解反应 小苏打放到预热好的烤箱烤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之后关火 凉了之后再拿出来 这样可以避免它在冷却过程中和空气中的水接触 就是这么简单 碱面就做好了 装到瓶子里以后再也不用卖碱面了 我是小高姐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集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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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来 这 请 谢谢大家